我想把他送到外面去疗养一段 你看怎么样 我没意见 他其对不同意 他同不同意我都让他走 这样 火车标你去订 疗养的事我来安排 好 什么时候 本来这两天你听我消息吧 好吧 好的 因为 这个有一份传真 说是韩国 也破获了一起枪子走私案 跟我们这边的枪子案有些关系 那么局里说呢 派一个人过去 把有关资料看一看 然后主要是看对我们有价值的 我还让你去好怎么样 那对你的事情怎么办 就去一两天 这一两天你抓紧 把余飞这个案子给结了 记住 再也不要去麻烦这个米小芳了 好不好 我们总不能吊死在一个案子上 赶快结束他 好的 看来 我把大家给得罪了 哟 小菊啊 您可别这么说 我们都是跑腿打杂的 您是局长啊 只要有徐队长支持你 我们大伙还不是光光着干活吗 您说是吧 徐队长 你好好干活吧 哎 徐队长要咱们好好干活呢 大家快干 要不取你们的吃 我回来了 我想回来的啊 真要开饭 都是有钱不如命里有福啊 我是闻着味就回来了 出狗了你 嘿嘿 警犬 刚好对于两天你就写会贫了啊 哎我以前不是这样吗 哎洗手去 看来这行警队啊 是什么人就能弄得神神叨叨的 有什么新闻吗 有啊 一小一大 小的就是 我过两天要出国啊 韩国 真的 嗯 好差事 千万别乎带礼物啊 没想到给你带礼物 大的 大的 大的就是起点被停职了 什么 齐铁因为李小芳和扇子处理两个偷鸽子的人 被局里给停职了 呦怎么会这样呢 看他你急着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平啊 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哪知道 跟他说完他就走了 现在也没看见人 那他会去什么地方 不会有什么事吧 你也太夸张了吧 齐铁连这点成熟能力都没有 他怎么当警察 到底能去哪儿啊 那就回家了呗 不会 他这个人 如果不在意把情绪调整好 他不会回去的 哎呀 看来还是你了解他呀 上海边呢 什么海边 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啊 哼 有人告诉我的 我一平水 干嘛来呢 怕我出事啊 别逗了 我就是来看看 英雄陌路是什么样 我到了陌路了 哎呀 常来这啊 对 这地方不错啊 怎么发现呢 就开车从这座 觉得这不错 没事就常来了 一点都不浪漫啊 可惜了了 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等着你给添补这浪漫的空白呢 我也没信 天生就不浪漫 哎呀 有的时候站在这儿啊 就觉得什么事都微不足道 你说人的心胸 要像水一样 随弯就事 包容一切 那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不过人要到了那个境界 那不跟谁看一眼了啊 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 骑铁连忍气吞声都做不到 还谈什么随弯就事 没错 我这辈子是没希望达到这种境界 明白我也不愿意那样 没意思 你说我不懂得激动 我不会发脾气 我不知道讨厌谁喜欢谁 我爱憎不分明 我当什么警察呀 那我活着干嘛呀 他们都说我想当英雄 说一到冲农县镇的时候 我表现得特别勇敢 其实我每一次面对罪犯的时候 我都紧张死了 我腿都直哆嗦 怎么办呢 我就得上 你说刑警队这些人 哪个不是亲兄弟一样 谁出了事我好受啊 没办法 你像我和一帆 搭档这么多年 哪一次都我先上 我能让他冒着生命危险 自己在旁边看热闹吗 不可能啊 成英雄 其实每一次我面对罪犯的时候 我一字一句地告诉他 我说我是警察 同时我也是告诉我自己 小子 你可别紧张 别害怕 你可是警察呀 你像每一次开表彰大会 说上台领奖 都说这个沉点点的奖牌挂在胸前 我根本没那感觉 那是比起当时我和罪犯面对面 那根本的那感觉没法比的 太好想当年了 哎 我怎么扯这么远呢 今天我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没什么恶意 我是顺嘴呼啰了 哎 什么话 行啊你 你给我强 能忘记过去 就能拥有未来啊 那要是记住过去呢 那也能拥有未来 反正能拥有未来 是吧 反正你得有一样 我跟你说一下 最近几天的天气一望 局里决定 让你过两天去疗养 疗养 哎呀我天 这文凭怎么能想起疗养呢 反正 这是局里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还跟我来这套政治小法系 怎么的 怕我留下来找到那个谁的理想方向 这么说 你真的想过要去找理想方 说不去你们也不信 哎 我是这件事能不能拒绝 恐怕难 那去吧 只好借机会玩一玩 散散心 去 哎 队里面有什么事 这你放心 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 将革命进行到底 你还能进步 你觉得你的致命弱点是什么 致命的弱点 嗯 致命说 连着啥 那个狼啊 怕瞧 狗怕盾 谁都有烧不开那一壶 要说致命放在我身上 嗯 恐怕就是过于自信了 过于自信 哎 你想我心里对那谁啊 给我写一个成语叫 刚力自用 刚力自用 过于自信 叫钢闭自用 是不是 这就挺致命啊 你看啊 你看 咱一钢闭 有些案子 就走完路了 一钢闭 有的时候那上上下下的关系啊 就处理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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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哎哎哎对对 哎一钢闭 不该惹的一些事 你看这一天大晚 我身边围着着啊 就两拨人 一拨就是外边的罪犯 另一拨就是里边的同事 你说我老这么刚下去 如果外边的罪犯 我抓不着 里边的同事 我又给得罪了 你说那是不是致命 太致命了 你既然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致命的一个弱点 嗯 这改呀 要不咋说致命的 那个是怎么的 致命的 你看啊 常常认识到自己的弱点 嗯 哎自己也承认 哎也说改 这开会啊 检讨 承认错 态度上的 你都没得挑 哎 一到关键时刻 哇 又钢字用了 是不是啊 那过去开会啊 什么检讨啊 那全扯他了 驴皮一上来 谁也拦不住 什么 谁来跟谁急 说实话 有时候想想 你老大不小了 怎么就改不了 这刚的二字呢 您那刚毕的毕 自己还不认识 你不认就不认识吧 你说再这么刚 是不是有时候想想吧 也是对不起各位 这回出去啊 一定踏踏实实的好好休息啊 不要想那些没用的事儿 放心 家里面有我 对的有虚棚 好 来 就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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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好 一路顺风啊 好 来来来 走了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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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嗨 我们回去吧 走 你不了解七姐 我要等车开了我没问题 他呀 可说不定就从车上过不下去 好 好 那我们走了 谁呀 好 你 月亮从天上掉下来了啊 你怎么跑我这坏人窝来了 你说你来就来吧 你还带人抱起干嘛那么客气呢 嘿嘿嘿 我让你坐下了吗 你就坐下 你说话啊你不说话我报警了啊 哎 我就警察有什么事说啊 你是警察 我还是警察大妈呢 你看你又来了 你有完没完 哎 我没完是吧 我请你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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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在你家住几天 什么 我在你家住几天 我在我这住几天 你有家不婚 你住我这干嘛 我们孤男寡女的 我跟你什么关系 大家 兄弟 兄妹 你现在把我当兄妹了 你不是说我不是好人吗 我说你跟那些人在一块就是不学好 我跟你在一块学好 我跟你在一块就知道贫嘴 你知道吗 贫嘴 我可是跟你学的 跟我学的 我刚见你的时候 你比其他还贫呢 你听我说 你把我都吃完了 我吃什么 我没吃饭呢 吃什么呢 你还想在我这儿骗顿饭啊 我骗你干什么 我骗你 我都是那 小狗 小狗说 我告诉你啊 你在我这儿吃也行 住也行 但你得向我赔李道歉 什么歉呢 你侮辱了我的人格 你知道吗 你别想不赔李道歉 你闷口过关 你听着 我告诉你 那天来的全是我的朋友 他们以前是犯过错 但现在都改好了 就那女孩 人家现在是模范个体户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警察你了不起的 那你工作你知道吗 就那天在这儿做的瘦瘦男孩 人家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 家里还有景旗呢 不信我带你去他们家看你 你以为你了不起啊 你比谁强啊你 你牛什么呀 你一天到晚的 你说的都真的假的 我蒙你 我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知道吗 我看也行 你像石头缝里蹦起来 你道不道歉 你喊什么呀 你要把大台都吵起来 你怎么着 我问你道不道歉 你不道歉 你不要送我 我道歉 吃甜点 站好了 目上分 走 正好 道歉 我愁 Oculus 你严肃点 胜大铁 你在ク vh 生的什么呀 那都是我愿意 站开了 你道不道歉 好 错误了 好远 价值差不多 你把我给你usp 你唬他那么点 那么点 这可是我的家 这没有了 没关系都吃了 吃啥已经都没了 那什么 你去过买点吃一下 哎呀 不已有钱 什么钱呢 我工作挣钱了 行了 你不就在那个厅上傻伤伤伤吗 你看看我啊 哎 等等 你还没跟我说呢 你干嘛要来我这住两天啊 哎呀 有机会再说吧 我现在脑袜子大一号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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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行行 我给你买去 好好在家待着啊 嗯 基本情况就这样的 再就是保密的事我也不能告诉你 怎么样 我算是刮闭正大人了吧 基本上算是呗 哎 杀害 那我说这肖大哥怎么跟你一样 翻不清好来人呢 你闭上你个乌鸦嘴吧 你才不本好来人呢 行了 睡觉吧 哎 你去屋里睡我在这儿睡吧 行了行了我就睡这儿了 你去屋里吧 你去吧我就睡这儿了 没事你去吧 有事能怎么着 你快去吧 啊 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 你去吧去 可以什么呀 你去吧 我问问你啊 你们家有没有老鼠啊 你们家才有老鼠呢 没有就行 我就怕着了 真的呀 真的 晚上弄这老鼠让你吃着 你快别啊 快去啊 迟觉啊 睡 你困了 几点了 你不想他聊火天啊 聊什么 迷他干嘛 快去 那我睡啊 睡 这没劲啊 哎 你们家灯在哪关呢 你别管了 我帮你关吧 我已经听说了 我告诉你 他不会轻易走的 我太了解他了 一会儿咱们老听话见面 对 到那儿再说 来 早了 哎 这大礼拜天了找我什么事 何总 哎 我听说帖子被停止了 哦 我也是刚听文凭告诉我 这帖子这脾气也是 他要不打李小芳就没这事 帖子不会有事吧 什么事 我是觉得 那李小芳会不会 会不会什么 你 你的意思是 是李小芳会不会杀他 怎么会有这种事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绝对不可能 难说 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 什么一起干掉 你说他不会杀人 那后来于飞和那警察都被杀了 这都难说是谁干的 那 你想怎么办 我想帮着齐齐 帮他当然好 你怎么帮啊 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 上次他问过我 我没跟他说 现在真有点后悔了 我知道 李小芳帮过你 可我相信 你也并不知道 他干了那些事 再说了 你跟帖子是这么多年的哥们 咱都应该帮他 嫂子 这件事情 应该好好地考虑考虑 你想啊 你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 李小芳说的只是一句话 他万一要是语气上的巧合呢 所以你什么也证明不了 嫂子 这件事情 一定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慎重 再想想办法 嫂子 你也要先别急 这件事情 不要和任何人说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好 我呢 想想办法 这事肯定会解决的 你不要瞎想 根本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徐平民今天说的 虽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但是已经够吓人的了 我已经答应给他那么多情 他怎么还这样 他和齐铁的感情很深 他一直没有忘了齐铁 现在齐铁有事 他当然要帮他 这事要是不牵涉到我 我也会帮他 那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把钱给他 然后我劝他出国 我在国外有几个朋友 正好我姐姐正在办出国的手续 这也是一个劝他的理由 这样做行吗 除非你有别的证据在他的手里 应该没有 那好 你把钱给他 我劝他出国 好 我听你的大哥 你好 麻烦你帮我找下刘芳 好 谢谢啊 我好 哎 哎 六方 我七姐 哎 哎 哎 没说是我啊 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就你一个人知道我在本市 啊 对 你每天都要和我联系一下啊 当然打我BB机了 什么 他人喊我干嘛 哪天走啊 啊 那就这样啊 好好好 哎 你干嘛神秘兮兮的 不是犯什么案子了吧 我说八道我打死你啊 那你干嘛这样啊 电话都不敢自己打了 这工作需要你懂什么你 哦 又给秘密警察了 你贫不贫的你啊 什么叫贫呢 哎 我总得知道来我们家的是什么人吧 啊 不能国民党特务我也接待吧 我总不至于到你家住几天还把打案带来吧 你贫不贫的你 去 哎 嗯 我出去一下啊 你干嘛去啊 出去一趟 哎 哎 好好看看 记住这个脸 还有我给你们的地址 这一顿 赶紧采点 尽快搞定 好 我走一小时后 你们再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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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 徐姐 你看见我好像有点意外 平时有事 您不都是打电话我上去吗 今天您怎么亲自下来了 我是来跟你说 我答应你的事 马上就要兑现了 是啊 这些年来多亏了徐姐 兢兢业业的工作 才使得公司的事情 得以顺利的发展 作为我 确实应该好好地感谢 可是 现在公司的情况 你也知道 我就不多说了 日后要是徐姐 还在这个城市的话 等我完成了大业 我一定重重地报答 李总 这我已经很感谢了 客气话 我就不说了 等跟你践行的时候 再好好地见你 那 我先上去 好 其实啊 你和帖子都没有确择的证据 只是一些蛛死马迹而已 所以你要是把这些告诉了他 那不是帮帖子 而是害他 那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啊 这个经过文凭的调节 李小芳已经同意不向法院起诉帖子 如果帖子 如果帖子因为证据不足 再输给李小芳一次 那就不是停职的问题了 我是这样想的 要是你和帖子能恢复呢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 要是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倒想 你 我想啊 我想你是不是 能离开这儿一段时间 换一换环境 在一个新的地方 重新的考虑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 离开 我到哪儿去呀 出国呀 到国外去看看 出国 我从来都没想过 为什么不想想 咱们现在不算年轻 可是也不算老 你说我出国能干什么呀 我靠什么吃饭呀 这你不要考虑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让我国外的朋友 替你办出国手续 你国外的朋友 让你怎么帮啊 我连外语也不会 不是给人添麻烦吗 说实话啊 我想让你出国 我连外语也不会 我连外语也有我自己的私心 你不要误会 是这样 现在我姐姐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我姐这人你也知道 性格比较脆弱 她一个人要想在国外生活很难 所以我在国外找了一家公司 我给这公司投了一些钱 由他们代替我姐姐管理这个公司 这倒是挺好 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想请你跟我姐姐一块去 这样你就可以帮着我姐姐管理这公司 我哪都管理公司啊 就凭你这工作能力 稍稍适应一下就可以了 你真认为我行啊 当然了 要不然我不会跟你说这件事情 请你这一鼓励 要不我考虑考虑 不过要快啊 这几天我姐姐出国的事 没准就有消息了 成 就这两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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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徐啊 有事啊 进来吧 我那个安定吃完了 您这有吗 给我两瓶 有 进来吧 我给你找 这么晚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进来吧 哎 老头子 咱那安定放哪呢 不说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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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徐 药找着了 你看够不够 哎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 是不是病了 大姐 我用下这电话 哎 你用吧 小徐 来 把药吃上吧 你出差了 喂 这是我 哦 嫂子 什么 你在哪儿 我去看你 不用不用 你不用过来 我就是告诉你一声 你得防着他点 这 这 这 会不会是别人啊 别人怎么会来杀我呢 一凡 你真的不能太相信他了 哎 你手里是不是有他什么证据 这我确实没他什么证据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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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我过去 你别过来 我跟你说过了你不能来 他现在都已经疯了 他要知道咱俩见过面 那你也就完了 那那 那这事你看 还是等我弟弟回来 我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 好好好 那 哎 咱们怎么联络 好 呃 还是我跟你联系吧 好 好 没有人呢 大姐 我一再的嘱咐你 你就是不听 非要把他逼上绝路 出国的事情马上就有眉目了 在这个时候你非要搞这种事情 你疯了 大哥 你听我解释 那天我回去以后 我越想越觉得不同 那么多的账都是他亲手做的 他要是留个心眼回去把这些都记下来 那咱俩可就坦了 你不是说他手里没有证据吗 我现在我也拿不准 我问过他 他手里根本就没有证据 他要是有证据 早就交给齐铁了 还等着你去杀他 你怎么这么喜欢杀人 哎 你好 请把这个五十万转到我个人账户上 喂 说吧 啊 啊 我知道 是我让的 你不管了 公司来电话 徐平平刚从我的账上 提走了五十万的现金 那是你答应给他的奖金 哎 他还挺有原则 没把我账上的钱全都转走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马上派人到各个宾馆酒店 包括招待所 打听一下徐平平的下落 另外 告诉那两个蠢货不要杀他 把他带回来 带回来又怎么样呢 劝他出国 我告诉你 昨天没找到它是你的幸运 要不然不光提铁饶不了你 我都饶不了你 到时候别看你爸爸是个副市长 就省长也救不了你 老爷 你老爷 起来 你带来 帮你 快蹬你 了 给你老儿 帮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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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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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现在天黑了啊 没人能看得着你 咱俩上卡拉OK去吧 你上什么卡拉OK去 那你陪我聊聊天 你都一天没理我了 行了 怎么了 不是你让你烦不烦呢 我怎么烦了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是吗 我跟你说 你看看你找一合适地方 你你先搬出去住两天行不行 什么 又喝 我错了 你别错了我请你来的呀 啊 我天天供你吃供你喝的你 好意思说还供我吃 白冰啊 嗯 说真的啊 嗯 我知道你是个不错的女孩 你相心而好 啊 有同情心 真的你不用乐 啊 脑袋管也不笨 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机灯劲 总用在嘴上 有什么用啊 啊 贫贫的 你啊 你啊 没事吧 许点东西 啊 不能老这么混 你说我说对不对 是 你小时候没好好上学 那不愿意你 那时候条件不好 你现在条件好了 你就应该多许点知识 将来啊 都有用处 哎 哎 哎 不不不 你不能这么搅 我告诉你 你要这么一整 这脚要非发言不可 不行 你得我告诉你 你这个假 你先不愿意把他捡个点 把他挑出来 你看看 挺深了 其他东西 我的意思啊 你没事看看报 有什么补习班啊 你感觉自己合适的 有兴趣的 哎 你就报个名 学费呢 你不用抄 你干嘛呢 嗯 我成修脚的了 哈哈哈哈 你自己拉过去的你 我告诉你 你这辈子你就这样 我哪样呀我 我儿子真没劲 哎 电话 哎 谁呀 萍萍 什么 你在哪啊 好 你站着别动 我十分钟就到 我出去 你上哪儿 外边下雪 齐婷 齐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